去年3月這起案件發生時 多名年僅17 8歲的 中國小留學生 綁架並且用殘忍的手段 折磨同樣是小留學生的案件 震驚了華人社區 雖然案件今天宣判 在刑事上佔搞一段落 但是兩名受害的女同學 已經開始民事賠償訴訟 同時這起案件也引發了民眾 對於小留學生 群體心理健康的持續關注 這個震驚華人社區的 小留學生綁架及虐待案 涉及多名17 8歲的小留學生 甚至還有兩名未成年的 小留學生牽涉其中 2015年3月底 以翟雲瑤為主的多名小留學生 將受害人劉怡然 從羅蘭崗一家甜品店 綁架到羅蘭崗公園深處 進行毆打 煙燙 被逼吃頭髮 吃沙土等近7個小時的虐待折磨 我現在所處的地方 就是Roland High Park 而這裡就是翟雲瑤 楊宇涵等人 對同學劉怡然進行長達 多個小時虐待的案發地點 雖然此案已經過去超過半年多 但是華裔社區對此案 仍然抱有極大的關注 還有很多中國網民 也對此案進行熱議 該案除了翟雲瑤等4名被告 在成年法庭受審 還有兩名未成年被告 在青少年法庭受審 不少人聽到該案件 都表示非常震驚 雖然小留學生離開父母 來美讀書並不容易 但使用殘忍手段欺辱同學 令人相當遺憾 感覺挺震驚的 因為這種事情 怎麼說呢 中國人 按照你說 在國外的話應該是 都是從國內出來的話 應該互相幫助 但是這種事情發生了 感覺很意外吧 我覺得應該受法律的制裁 因為就是說 這樣子的行為是不允許的 絕對是不允許的 這件事是最低的判決了 然後如果是沒有這樣的事情的話 應該多宣傳一下 讓就是預防這種事情的發生嗎 家長應該有一部分責任吧 應該是家裡面的監管不嚴嘛 比如說很小就把孩子送出來 就是完全讓孩子自己去經歷 在社會上的這些東西 去學習啊 去什麼的 這是一個很社會的問題 這也是父母親 親戚 家屬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很多小留學生放在這邊 但是都沒有父母親在旁邊陪同 那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那個影響 負面的影響 那很深遠的 所以這也就要值得我們華人 同胞需要注重這一方面 他們的心理建設 而這個男家中國小留學生綁架 及虐待小留學生案 也吸引眾多中國網民關注 在微博上有不少網民 對該案件的討論也非常激烈 有不少人認為 這些施暴的中國小留學生 影響了來美留學群體的整體形象